高真出了乾清宫门 并没有直接离开 而是找上了护着他与太子入宫的祝国将军曹太和 进宫之前 他把赵伟托给了这位曹将军赵映 如今既要回王府 总不能把朋友丢下就不管了 曹将军没能摊上乾清宫建架的庶荣 因此还在乾清门外守着呢 听到高真问起赵伟便哈哈笑说 哈哈哈哈 墨江手下的人在陪着他呢 他不放心你们还在黄城外等着 狮子要找他出了承天门就能看到了 高真严肃地谢过曹将军替他照看朋友 曹将军自然不当一回事 这有什么 我们家与赵军公府上也是世交了 墨将看着伟哥长大 对他就是像自家侄儿一般 即便狮子没有交代 墨将也不会放着他在外头乱跑的 如今经历还乱着呢 若不是伟哥坚持要等狮子出来 墨将早就将他送回他家里去了 万一要出了事儿 别说墨将没脸去见他家老夫人 便是回了自个儿家里 墨将母亲也饶不了墨将 高真淡淡一笑 走海路上京路上 因为天长无聊 赵秀常常跟他聊天 聊两人分开后的经历 他自然也就知道了 建南郡公人走茶凉 京中与赵家还保持亲密友谊的 就只有祝国将军曹府这一家人了 可见曹家家风唇后 也因为这个原因 在京城众多武将当中 太子与他都最信任曹太和 进城之前 一想到要找人护送他们 他们首先考虑的就是他 如今大局出定 等太子登基 急需一位在军中有威望的武将 帮着收服那些 曾经倾向迎王的军队 想必曹太和会是太子心目中的首选吧 高真出了皇城 马上就看到了 等在成天门一侧的赵伟 见他脸上满是焦急和忧虑 心下不由得一暖 迎了上去 赵伟见到他大喜 直奔过来问 怎么样 没事吧 一切顺利吧 高真微笑着点点头 又等 黄爷爷的毒没事了 莫夫王还把潜伏在宫中的逆挡 都清除干净了 如今大臣们都在商议 要如何处置嬴王 还要派人去上海 将洪文城他们捉拿归案 黄爷爷还说 要立我祖母为后呢 赵伟双眼一亮 也想到了蒋淑妃立后的好处了 太好了 总算是雨过天晴 不但太子 广平王一脉 以后都能松口气 就连赵家 也不用再担心 又朝一日会倒霉了 高真微微一笑 黄爷爷说 要嘉奖你们家的 只是如今宫里乱糟糟的 御前还有许多事要处置 这封赏 可能要过些时候才能下来 赵伟笑着摆摆手 这不重要 朝廷大事要紧 我们家这么多年都等了 多等几日又算得了什么 阴王的党羽 应该会全部抓起来了吧 高真点点头 嗯 应该会 不过这事自有旁人去管 与我们不相干 赵伟笑的 确实不相干 只是日后我们家的人 耳朵旁边想必要清静些了 笑完了又说 京庄既然很快就能平定下来 我也该打发人去天津接妹妹了 虽有蒋大人一家照应 我没什么好担心的 可我们在京城有宅子 自然该回自己家里住着 祖母在松江 想必也等得心急了 带我尽快地派人送信回去 给他报平安 高真点头 摸摸自己的绣带 想要把赵秀借他的匕首 还给赵伟 横竖他现在已经用不着了 但话到嘴边 又咽下去 他默默地想 也许等赵秀回到京城后 他当面把匕首还给他 会更好一些 说来赵伟好像不知道 赵秀把匕首借给了他呢 赵伟借了两匹马 死了曹将军的下属 与高真同行离开 高真要回的广平王府 位于皇城以北的 浅海西面 但赵家小宅 却是在古楼大街一带 位于浅海东北方向 两地只隔着一个 市岔海 其实并不远 于是两人便同行了一段路 半路上才分道扬镳 高真回王府 赵伟则要过银定桥 往前海东面的古楼大街去 高真骑马回到广平王府 王府的总管早就得到消息 激动无比地迎了上来 世子可回来了 王爷王妃都担心得紧呢 真真是佛祖保佑 高真扯了扯嘴角 说道 父王还在宫里陪伴皇上 暂时不能回来 母妃的病情如何了 没有大碍吧 边走边入了府 然后就看见二门前 停着马车和马匹 那车的样式十分的眼熟 就连车夫都不是陌生的 高真脸上的笑容淡了下来 王府总管察言观色 低声的禀道 钟家老太太带着钟大老爷 钟大太太与钟姑娘过来了 正在王妃的院里陪着王妃说话呢 钟家的车夫其实认得高真 只是他犹豫了好一会儿 才挤出了一个笑 上前来给高真请安 见过世子爷 话音未落 高真已经抬腿走人了 理都没理他 高真一路入府 沿途见到的王府蒲仪 见了他都欢喜不已 纷纷向他行礼问好 他板着脸 一一地点头回应 连自个儿院子都没回 衣裳都没换 就直接去了母亲的正院 钟家人果然在这里 院子里几个势力的婆子丫头 都是钟家的 看到他回来 都露出了古怪的表情 纷纷地屈膝行礼 见过世子爷 世子爷回来了 正屋里忽然静了一静 原本拔高的说话声 戛然而止 烟云烟霞 出门急急地掀起帘子 看到高真 都红了眼圈 太子出事的消息传来时 广平王妃忠实 一边为太子担心 一边为儿子忧虑 他们这些侍女 也跟着担惊受怕 如今见他平安地归来了 自然是激动无比的 高真朝着这两个熟悉的侍女 露出了一个微笑 却忽然看到一个 窈窕美丽的身影 撞了出来 看着自己露出惊喜之色 表弟回来了 姑妈都担心得不得了 就连祖母母亲和我 都一直在盼着你呢 钟雅智 这位比他大半岁的表姐 从小就生得容貌艳丽 更兼熟读诗书 琴棘书画 无所不通 在京中也算是一位 备受赞誉的名门归秀 高真曾一度认为 母亲将来会为自己 聘取这位表姐为妻 他对他虽然自问 并无男女之情 但从小一块长大的情分 却让他 对他并没有讨厌的感觉 可惜 钟家人的所作所为 让他倒进了胃口 如今就算钟雅智 长得再美 他也不会再念半分的就已了 高真冷淡地 看着钟雅智的笑脸 将视线从他身上转开 落到屋里 颤悠悠地 想要起身 向自己走来的母亲身上 他鼻头微微一酸 便快步地走了过去 跪倒在他面前 母妃 儿子回来了 钟氏猛然抱住儿子 眼泪啪地掉了下来 这些日子以来 所有的担心和恐惧 都通通一扫而光了 他此刻也顾不得别的 仿佛忘了方才 与娘家亲人的种种争吵 只专心抱着亲生儿子 回味着骨肉团圆的 幸福与快乐 钟雅智 善善地走回到祖母 与母亲身边 被后者瞪了一眼 那神情仿佛在责备他 没能吸引到 高真的注意力似的 她委屈地低下了头 钟老太太一脸慈爱之色 柔声地劝说着女儿 光平王妃忠视 好了好了 书姨 孩子如今平安归来了 你应该高兴才是 怎得哭成这样 你身体踩好了些 别太激动了 当心一会儿又晕过去 还吩咐侍女们 燕云 赶紧去拿你们王妃的药来 给她吃一碗下去 燕云连忙地应声去了 燕霞恨恨地盯了她的背影一眼 心下埋怨 燕云又忘记 自己已经不是中假的丫头了 刀针默默地轻拍母亲的背 把她慢慢地安抚了下来 儿子无事 除了大坝倒塌时吃了一惊 泡了一会儿水 什么醉都没少 儿子跟在太子身边 遇上了赵郡公家里的人 马上就得救了 回京途中也是顺顺利利的 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躲避逆挡搜索 不敢轻易地给京中报平安 让母妃担忧了 都是儿子不孝 忠实已经平静了许多 温言哽咽道 你无事便好 消息传来时 你父王总说 没有消息 就是好消息 若是有事 地下人早该报上来了 我虽然相信你父王的话 可心里 总是免不了害怕 如今总算可以松口气了 又骂那些逆挡 天杀的东西 真敢千刀万寡 钟老太太脸上有些不自在 因为女儿所咒骂的那些 应该千刀万寡的家伙里 还有她小女儿的夫婿 如果可以的话 她是希望小女儿夫妻俩 能逃过一劫子 钟大太太的神情就平静多了 她此时已经不打算去雇小姑子一家了 谁叫马万言做的事 烙在了太子的眼里 如今 她只求能保住钟家就够了 燕云取了药来 钟氏看了她一眼 非常冷淡地说 不用了 我没犯病 用不着吃这个 你出去拭口吧 燕云愣了愣 随即露出了惶恐之色 想要辩解 却正好看到高真冷冷地看过来 那眼神让她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 终究还是坠坠不安地退了出去 燕霞目送她的身影消失在莲外 心中叹了口气 钟老太太心下不安 她好像察觉到了什么 忍不住对钟氏道 书姨 我知道你不高兴听到我说那些话 可再怎么说 那也是你亲哥哥亲妹妹 难道你就任心看着他们去死 你哥哥与你妹夫原是糊涂了 被人哄几句就做了错事 我知道的时候都气得快晕过去了 恨不能狠狠地打他们一顿 可心里再生气 也不忍心看着他们去死呀 你就当看在都是一家人的份上 帮一帮他们吧 钟氏的脸又再次地绷紧了 闭着嘴 无论如何也不肯开口 钟大太太健壮忽然哭着起身跪下道 救王妃叫一叫你哥哥吧 但是真的被人骗了呀 头怪的马蜿蜒 花言巧语的哄着你哥哥出银子 你哥哥想着他是妹夫也不曾提防 谁会想到他拿着那些钱 是去帮婴王造反了呢 若你哥哥早知道他们要做什么 便是死了也不可能答应的呀 钟老太太惊讶地看着他 大媳妇你说什么呢 钟大太太抬起头 含泪问他 母亲 你清醒些吧 妹夫这回办的 是不设的死罪 你要救妹妹 就该让她尽早地与妹夫和离 孩子也不能要了 我们自个家里还洗不脱 邪从的罪名的 您难道要为了女儿 把儿子孙子和祖宗传下来的家业 都断送了不成 钟老太太如梦初醒 整个人都蔫了下去 转头看看女儿 欲言又止的 又低头抹起了眼泪 好孩子 你救一救家里吧 我都一把年纪了 好歹也生养了你 难道你要看着你亲娘被押去砍头吗 钟大太太也哭道 王妃 求你了 虽说你哥哥只是给盈王提供了一点银子 可如今盈王坏了事 若上头追查下来 查到你哥哥头上 我们一家子就没命了呀 到时候 你有什么脸面 世子又有什么脸面 你若是生气 只管骂我们 可就算是为了世子 你也不能抛下我们不管呢 周氏脸上满是痛苦之色 眼中满是挣扎 他确实狠不下心 看着亲人去死 可是这些亲人的所作所为 实在太令人心冷 他们真以为 光平王府远离朝廷 低调度日 就对外头的事 一无所知了吗 他的哥哥涉足谋逆 何止是提供一点银子 这么简单 嫂子说话不尽不识 一句真话都没有 分明只想糊弄 光平王府罢了 高真见了母亲的神色 冷然看向中大太太 舅母这话说得好奇怪 姨父要害我 舅舅明知此事 也不曾提醒我半分 如此冷清 母亲难道还要管他们吗 您如今倒是记得 什么骨肉情分了 知不知当初 舅舅与姨父 明知道我在大坝上 还是决定把大坝炸毁时 又是否记得 什么是骨肉情分 至于脸面 我不在乎 我的脸面 也不是靠舅舅证的 钟大太太急了 世子 怎能说这样的话 从小到大 我们也没少疼你 你舅舅对你 比对自己亲生儿子还好呢 你难道 半点都不念旧情吗 高真淡默地说道 我念不念旧情 结果都是一样的 冲家 若是参与了谋逆 罪证确凿 皇上与太子 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放过的 母妃与我都帮不上忙 若是你们确实清白无辜 只是受了吼骗 那便是没有我们说情 你们也不会有事 外祖母和舅母 还是早些回去吧 外头乱哄哄的 管兵正在搜索 营王余党 趁着天亮 你们回家 让舅舅早做准备 过堂时 也能少受些罪 他这话 已经是在暗示了 心里再失望 他也不忍看到母亲伤心 可惜 在场的三位中家女眷 都没听出来 中大太太还以为 他这话的意思 是让中大老爷 早做准备去下大牢 便忍不住激动起来 世子 你不能这样 我们差点 就把女儿嫁给你了 若是你舅舅出了事 雅致也要遭罪的 你难道就忍心 别忘了 当初我们两家 可是有默契的 人所共知 若叫人知道 你的未婚妻落了难 难道 他们就不会笑话你 中士大怒着 将茶杯扫落在地 最烈的茶杯 并着茶水 见识了中大太太的裙子 吓了他一跳 中士还指着他的鼻子骂 住口 我儿子几时 与你女儿定了亲 若你女儿 真是我未过门的媳妇 那你怎么还去求朱丽萍 将她赐婚 给六皇子做侧妃 差了三四岁呢 真是好厚的脸皮 听说六皇子 有望为储了 就连侧妃都肯做了 还是抢的 堂姐妹的婚事 你们倒也好意思 那是真儿刚出事 你成天地过来向我炫耀 说六皇子 怎么怎么好 还在庆幸 没把女儿许给我家真儿 如今都忘了吗 今儿若不是看在母亲的面上 我连门都不许你们母女进 趁早给我滚吧 别脏了我们王府的大门 但没错